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学习 关于我们的基础里面的另外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环境安装 环境安装这个呢 大家都有下载空档吗 没有是吧 其实没有下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直接在我们之前的 终端里面 Pipe in store 后续要的这种东西是可以用的 我们装这个环境 只不过是希望大家能够 通过这个环境呢 把自己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这个安装包的相互隔离开 不会让他们相互干扰 当然现在来说的话呢 我们常用的那些安装模块呢 他们之间是不会相互干扰的 是没有也不会 是不会相互干扰的 也是不会带来太多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做的事情就是 这个环境呢 并不是说根据我们做的项目不一样 来创立一个环境 而是跟 并不是根据我们 要做的项目内心不一样 来创立一个环境 比如说我们要做个爬龙项目 我们就创立一个爬龙的环境 我们造个外部的项目 造一个外部的环境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经常持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根据项目来 我们现在新要做一个爬龙项目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爬龙项目里面 可能要用到很多模块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新建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呢 就为当前这一个项目服务 你解吗 就为当前这一个项目服务 为当前这一个项目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比如说到时候呢 这个项目里面呢 可能要装呢 装NOMPi 装NOMPi 那结果说呢 我们就PipeInStore PipeInStore 装好之后呢 在这个环境里面 当前这个项目 就都能够满足对应的环境需求的 那当这个项目写完之后呢 我们PipeNist 然后呢 把它重立向到一个Requirements里面去 是吧 到时候别人拿着这个Requirements呢 或者Pipe 加上这个R参数呢 也是可以把这个安装的模块呢 重立向到我们的这样一个Requirements里面去 到时候呢 我们把代码给到别人 顺便把这个Requirements给到别人收了 别人就能够非常容易的 去安装这个环境的能力解码 安装这个模块呢 所以说 今天我们这个环境并不是 根据项目类型的不一样去创建的 而是根据我们项目 不一样是去创建的 每造一个项目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都可以创建一个环境 然后就单纯的为当前对一个项目去服务 那只不过大家可能觉得这样比较麻烦 对不对 而且很多时候呢 如果我们不是有特殊需求的话呢 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那么Kona这一块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 为什么要用它 对不对 因为Kona它非常大 有四五百兆 对不对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因为它已经相当于在里面 集成了很多 我们在不同平台下面 所需要的各种的这种环境 对应的依赖 都已经集成好了 我们把它装上去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Kona 去安装任何我们装不上的 这样一块的时候呢 都能够非常容易的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当然这是我们 非常难不想去 看这个安装时候 出的棒是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Kona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后续也是一样 如果发现装一些模块 装不上 找了bug 到处查 也没有查到资料 不清楚怎么办的时候呢 就可以装一下安料Kona 装到最后呢 再使用Kona 去安装对那种模块 几乎百分之百 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这就像什么呢 这就像我们在之前 学习request的时候 我们说request 这个content 这个decode 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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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方法能够 百分之百的解决 我们在python3里面遇到的编码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空档的也是一样 我们先使用pipe eStore 装不上空档eStore 百分之百解决 安装模块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的这样一个windows 和我们的Mac 里面的下面 它的命令有些不一样 但是创建环境的命令都是一样的 但是切换的命令不一样 windows下面 按个键就可以了 那么在 里面的使用mac下面 需要sourceactive 这样的操作 这个大家应该也是 之前用过的话 也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上课的时候 我是这样用的 那为什么上课的时候 我这里写的是 写的是那个样子的 因为我们加了alice 这样一个操作 对不对 alice 还记得这个命令吧 我们前面是给大家讲过 对不对 这个alice这个命令 就相当于 我们可以把一个命令 给它取个别名 或者取个小名 到时候我们用它小名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all 就是等于ls -alh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里面 很多时候是没有all的 但是我们通过alice这个命令 把ll 作为了ls-alh的 也有小名 所以到时候 之后 我们再输入ll的时候 其实输入的就是 ls-alh 所以说我们也是 开个命令太长 我们也可以把它 重新命名一下 命名其他名字 到时候我们用 另外一个新的名字 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空的 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想装装 不想装 就直接使用 现在环境 也是可以的 那么除了这个空的 这个环境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 Jupyter Notebook 首先Jupyter Notebook 是干什么的 它是这样一款 编程文档笔记 和展示的这样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启动非常简单 如果只要我们电脑里面 装了iPython之后 默认情况下 就会自动的 装上这个Jupyter 或者说我们装上了 Ludelbook 装上Alacona之后 电脑环境里面 也会默认装Jupyter 那么启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2DS 这个环境密 这个环境是不用切换的 只要当前这个环境下面 有这个iPython 我们就可以直接启动它了 比如说 Jupyter Notebook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能够自动的方向 我们打开 这样一个地址 当然如果它没有弹出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 输入这个地址过去的 理解吗 输入这个地址过去的 然后它这里会有一些铁士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样子呢 它好像和我们之前的 web项目很像 启动了一个web项目 所以对中在这里 我们能做一些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的 能理解吗 那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有些操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新建一个文件夹 当前那个文件夹 当前那个目录是在哪呢 是在我的code目录下 我的code是在我们 是在我们这样的目录下 然后我们刚刚启动 这个jupiter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code目录下启动的 就是在这件code目录下启动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 留一个solder 就是文件夹的意思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它 然后呢 我们可以对它做些储存名 比如说我们点这个小房子 就回去了 点一下它 勾选上 然后一个rename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rename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叫 对01 认识 那创建这样一个文件夹 对不对 创建文件夹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进来 然后到这个文件夹下面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多了一个文件夹 在这个下面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启动这样一个jupiter的时候 如果是在某一个文件夹下面启动的 那么对呢 它就会展示当前文件夹下面 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 以及什么呢 以及我们到时候 在里面做任何操作呢 都会应用到 这个文件夹下面去 文件夹嘛 因为当前我们在 code这个目录下启动的 所以刚刚我们 创建文件夹的时候呢 就是在code下面 生成一个文件夹 那比如说 现在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在里面 新建一个pins3 大家看见没 这个pins3是什么呢 pins3就是真正的 来帮助我们进行这个 写笔记也好 或做展示的也好 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并不是一个py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样的文件呢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了 首先也是一样 当我们在这里 点了这个6之后 点了pins3之后呢 它会出现一个 这样一个.ipinb的 这样一个 结尾的这样文件 ipins3的book 它之前就叫ipins3的book 只不过后来改名了 改成叫jupiter的book 你解吗 现在时候我们直接出入 ipins3的book 它直接能打开它 那现在不行了 那要输入jupiter的book 它才可以 它会生成这样一个.ipinb结尾的 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里面 是个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你可以写代码 import requests 但是里面好像没有 requests 那比如说 其实简单的吧 那没有request 就是run point requests input requests 然后呢 当我们指引它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点一下它 这个按钮呢 就是执行 执行什么呢 执行当前这一行 那么在这里 response 等于request.get 比如说get一个UR地址 http sendow.bydu.com 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执行它 那么我们直接 这个使用的和 我们的apps使用是一样的 state code response 写错了 写错了 没所谓 就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response的sticker就是200 我上面写的一样的呀 一样的就写了呀 只是配当名人而已 我说response写错了 并不是我代码写错了 是不是 txt和之间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跑回来结果 就和我们ipython使用是一样的 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 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 给别人展示我们的代码 然后运行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在里面写注释 也是一样写 比如说注释 锦号对不对 那除了锦号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写其他内容 比如说markdown 也是可以写的 那markdown 比如说我们前面也说过 这种标题的样式 对不对 这是认识 这是认识 然后当我们执行这些行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那毫不疑问 当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情况的时候 它可以更大一些 对吧 就这个样子 所以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干什么呢 去写notherbook 或者写其他的 这个heading heading是什么呢 就是标题 比如说 我们两个锦号是 二级标题 就我们之间markdown是一样的 三个锦号就三级标题 一个锦号就一级标题 对不对 跟我们刚刚写的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这个好像就是原始的 就我们写什么 它就是什么 不会做任何太多的处理 你见吗 它也不是代码 就跟我们一个文本五件一样 在文本五件里面 没写一行 它就是那一行一样一个东西 没有什么的格式 就这样子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一堆的这种符号 这个符号呢 比如说这个是保存 毫不疑问 对不对 这个是新添加一行的下面 大家看到没 这个是减掉 减一行 然后这个有复制粘贴 然后呢 这个是把这一行上移下移 上移下移 这个移动 这个是执行 这个是停止 这个是重新执行一遍 就这些 我们常见的这些按钮 那么 这是关于我们的 究竟中的布格 当然呢 当前这个P1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在那里 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溜了一个之后 它出来一个 出来这样一个名字 对不对 这个名字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改 在这里 直接点一下就可以改了 比如说我们 写test1 就是这个样子 点一下ok之后呢 它就多了一个test1 你等一下保存 它提示 自动保存的 对不对 它其实会自动保存的 但是我们点了保存之后呢 它也会帮助我们保存一遍 我们去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里面就多了一个 test1.ipy.nb 对不对 所以这种操作呢 它都是会保存到我们本地的 所以呢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它 如果不想使用 ipasson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做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使用 它不使用ipasson呢 因为我们ipasson 在里面写了一份代码之后呢 过了一会儿 它可能就没了 对不对 或者过了一天它就没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写了 一方面看起来非常直观 一方面呢 它能够实际化保存起来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想要 学习网约代码的时候 我们做笔记的时候呢 都是可以通过它来做的 而且它也是一款 非常好的这种展示和笔记软件 是我们这样一个名字 叫Jubitor Notebook 那这个东西大家需要尝试一下吧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谢谢大家